副理乡六十代言三金针花季接近了尾声 花林县应会农政小组29号专程上山进行考察 关切县府农业处金针花季产销推广政策 同时也和台湾金针协会六十代言三茶农面对面座谈 当地不论是金针农还是茶农碍于法令的规定 使得各项产业提升以及发展受到限制 因此向农政小组陈勤 期盼能够将南区两座金针山划设为专区来解套 在台湾金针协会理事长肖文龙六十代言三茶农代表林俊爵的带领下 农政小组副召集人哈尼加造与小组成员陈英媚高晓成 以及蔡一镜议员参观金针干燥机器无留金针的产制过程 另外也关切县府农业处每年金针产销 金针花留花措施以及花季推广业务 花蓮六十代言三金针茶产业 以及餐饮旅宿也因着每年的金针花季而蓬勃发展 然而碍于现实的法规使得各项产业提升与发展受限 不论是金针农还是茶农为此特别向农政小组陈勤 期盼能将南区两座金针山划设为特定专区来解套 因为现在农委会也都在推我们的金针架工的架工厂小型架工厂合法化 可是现在我们也约约卡到这个小型架工厂的土地的使用问题 也没有办法合法化 那是不是说我们是不是说如果成立专区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成立专区以后这个部分就可以一个一个的就是帮我们农民克服 让我们农民就有更好的做生意的人可以做生意 然后做真的做架工的可以做架工 设置专区让农业生产土地利用 乃至于餐饮旅宿产业也都能合法推动与发展 县议会小组也高度重视 要求县府能够进一步协助 对两座山有座留花补助 那既然是留花 有没有可能我们就来比赛 谁花是留得比较好 哦 竞赛 OK 在南区这里把水 灌溉用水的这一段再去做考虑 其实可能农委会或者是 其实花线政府都在旁边这一段的部分 吴困如表示设置专区需从长记忆 而至于其他包括农机具资财补助 产销推广 农区灌溉与民生用水的缺乏 瓶颈道路的拓宽等议题 农政小组也高度关注 也和县补农业处各克市充分讨论意见交换 三方齐心协力解决在地农产业的困境 记者是运人处理采访报道